店員從玻璃櫃拿出商品 仔細的一一介紹 只見身穿紅外套的男子 站在櫃台前挑了半天 好像做不出決定 竟然趁店員忙結帳 沒注意把東西順手 摸進自己的口袋 若無其緒走出店外 店員分繩一下 他就放在桌上 另外一個就收口袋 就出去了 就說我去領錢 他就出去了 當下就請他先留下 說我們東西有少 那我沒關係 你不承認 我們調一下監視器 我們看一下 事發在台北市大同區 一間店家 警方後報鎖定 24歲的林姓竊賊 原來他根本是貫切 先前才在同一家店 偷走價值400元的菸捲盤 當時被抓到 沒想到一個月後再度犯案 警方進一步分析嫌犯身分 發現他犯案當天早上 還砸了一輛車 林姓嫌犯在這輛保時捷 後方拍現實動態 還比出不雅手勢 甚至跳上後車廂 車主事後得知他的車被亂拍照 還PO文炫富 留言要證明男子 不要把別人的車當純自己的 結果嫌犯不但沒道歉 竟然還拿鐵棍 怒氣沖沖在信義區 把這輛保時捷砸到面目全非 知道他是做博弈跟就是 可能類似像詐騙 類似像詐騙騙人家錢的 怕我車子可能被別的人 或是他就仇家砸之類的 所以我當然是希望 他不要盜用我的車的照片這樣 囂張砸車又偷東西 一整天下來接連犯案 磊犯落網監視器全拍到 還想替自己辯解 TVBS新聞崔仲雄 黃金一芬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